近日,重庆一座24层没有电梯的住宅楼在网络上引发关注,众多市民前来打卡。 9月18日,记者来到该小区进行实地探访。 记者看到该小区总共有6栋楼相连,楼层是24层,整座楼横向140余米,有300余户居民。 丁月圆是一家外卖平台的外卖员,两年前她开始在附近区域送外卖。 她告诉记者,刚开始来到这座楼送外卖的爬楼经历,让她记忆深刻。 她说比爬楼更让人崩溃的是在楼里迷了路。 22楼,从到这个楼下的时候,刚开始找电梯找不到嘛,然后就导致单子快超时了,我就直接从一楼一口气跑到23楼。 收完这个单子以后,当时人心态都是直接崩着裂开了,在返回的途中,就在这栋楼已经迷路了。 走过一个拐角,感觉这个拐角来过,我觉得迷路比爬楼层让我感到更崩溃。 在几次崩溃后,丁月圆发现这座楼虽然没有电梯,但不影响居民的出行。 她告诉记者,她发现这栋楼中的三个楼层分别通往三条不同街道,大约有七八个进出口。 虽然外侧看是24层楼,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单元楼八层。 从外卖啊,从那个7到10楼就可以从这个平层,楼到下面很棒点。 从那个3到7层,你就可以从到下去更方便一点。 记者跟随外卖员由一平阶层进入盖楼,这一层位于一种做大楼的13楼的位置,是一条步行街,里面有奶茶店、棋牌室、洗衣店等。 丁院院说,送到14楼的外卖从这儿进入其实只相当于只爬了一层楼,掌握窍门后,让她的外卖工作省了不少的力气。 在平层中可以穿梭6栋楼,还可以上下。 可以从这里上去,也可以从这里下去,然后也可以从前面走另外一栋楼,然后从这后面可以走到别的楼去。 进入居民楼中,每层楼有4户人家,因为空间太窄,楼梯只得相互错开。 丁院院告诉记者,这种来回折返的楼梯也是一种节省体力的设计。 沿着步行街继续往下走,到8层的时候是一道空中通道,连接着另一个街区,到达小区的第一层,出来则是长江的滨江路。 这座楼巧妙利用38米的高叉,融合了空中通道层,层面及多标高入口,公共交往囊, 变高层为多层等创意,让建筑造型起伏生动,室外空间丰富,颇具山地建筑特色。